您是中国共产党赞成百年来 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的伟大成就的您节 您是复旦大学物理学系广大师生 围绕强势学科 建设不断锐意进取 硕果累累的凝聚 您更是在经历了去年疫情后 广大师生期待疫情早日过去的您心 今年的第二世界物理人节 以您为主题 您百年红色基因 具复旦物理人质 将写学术与趣味并重的活动 用观生教育 宁静物理学系的师生 在科研和学术道路上 越走越踏实 越走越远 您因催俭 严精至思 为了让对科研充满好奇和憧憬的 为了让对科研充满好奇和憧憬的 物理学系的科生们 和未来生活有更亲密的接触 我们以课题组宣讲大会为起点 拉开物理人节的序幕 本次宣讲会中 老师们会为我们介绍 各课题组的研究方向与动态 同时与大家的未来规划提供指导 之后同学们会有机会参观 各课题组实验室 在江湾物理楼的一日畅游中 我们将获得对科研的更全面认识 明星世心 良师益友 追悶路上 师上的教会犹如灯塔 在今天下午 老师您距离交流会上 我们邀请到万一顿老师 周阳老师 神田聪老师 孔立金老师和王一华老师 为大家答疑解惑 指点迷津 今年我们的交流主题是 从Idear到Practice 从本科学习通向科研之路 活动将于江湾物理楼 墨云咖啡厅举办 届时会提供下午茶 让同学们尽情与导师们畅聊 迎山成塔 唯唯而谈 征途漫漫 除了世上的教会 友情逆弥足珍贵 我们凝结了志同道合的同辈伙伴 彼此分享学习经验和方法 我们还特邀了李志杰 玉知博 徐昌豪 谭成泰四位同学 作为我们物语 本科生科研论台的嘉宾 分别从实验 天体物理 光学 理论角度 与我们分享科研经理 让我们婚聚一堂 唯唯而谈 宁思广义 鼻地春风 明年就是物理学系 间隙70周年 我们将启动 西徽云征集大赛 欢迎各位发挥 才干巧思 将各位物理相关元素 引为一枚徽章 积极踊跃地进行投稿 如果设计的徽章 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 明年西庆上 就能看到自己设计的徽章哦 自人类文明一时 宁光寻星 探本穷源的路从未停止 我们凝聚了一支爱好天文的队伍 走上上海天文台 探索星空的奥秘 在5月16日 我们将带着强烈的兴趣 与纯粹的好奇 一同走进上中国科学院上海舌山天文台 参观科研区域 并了解天马望远镜 在科研进展中的贡献 用心感受星空之美 运动除了有强身健体之功用 亦能帮助我们宁心俱力 挥洒汗水 在5月23日 寒郸校区南区操场上 我们将举办第19届物理学系西运动会 除了传统的田径赛之外 我们还准备了一系列区位项目 比如拔河 自行车慢骑等 在运动场上展现物理人 凝结一体的精神风貌 欢迎大家积极踊跃报名 获得名次者将会获得丰富的奖金 佳节盛会终有进食 作为物理人节的升官 在5月25日 我们将为大家献上主题为 距离名物 百花齐放的闭幕式晚会 在这场盛大的晚会上 不仅有多才多艺的同学们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文艺表演 还有精心策划的游戏环节和抽奖环节 届时欢迎大家来共度粮消 复旦大学物理学系 是一个有凝聚力 有核心 有理想 有丰富的组织 我们凝聚在它的身旁 汲取养分 在丰富多样 学术与趣味兼备的活动中 不断探索 不断领悟 在物理学习和研究过程中 收获快乐 收获知识 努力为戏争光 最后预祝本居物理人节 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感谢 感谢袁远主席的介绍 相信大家都很期待参加自己感兴趣的活动 下面有请斯坦大学物理学系主任周磊老师 为第二十届物理人节做刊幕致辞 首先我非常荣幸 接到同学们的邀请 能够来给大家 说几句话 我也没有怎么准备 来到之后 昨天我也向周权老师 要了一下program 然后我看到一个 我们这个物理人节 已经准备了二十节 已经做了二十节 所以我感觉到特别的为大家高兴 也祝贺大家 能够把这样一件事情 一年一年的传承下去 做到现在 这不由得使我想起 当年我在复旦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活动 要远远比现在要 怎么讲 就是说 好像现在比我们那时候有文化的多 那个时候 动不动就在宿舍里 会伸出一个脑袋 说大家三去一了 四国大战 然后开始玩 或者是捕猪了 差一个人 但是也是很有意思的 我想 为什么说这件事情 就是说 很多年之后 可能你们回头想在复旦的年月 你肯定 也许记不得 我给你们上电视语 也许记不得 其他老师上评课 但是呢 你很可能会记得这些 重要的 你们一起走过的这些 这些这些岁月 所以我非常高兴 所以大家一直能够一届一届的传统下去 把这件事情做好 所以我第二点想表达的是 我们这个活动啊 今年的这个活动啊 取的主题特别好 您 我不知道这是谁大一届 周杰是不是你大一届 这个 学生的是吧 它其实是双关 可能是好几关 一方面呢 是我们这个 尼泰物语 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主办学科 这是我们的强势学科 能围绕 那另外呢 您这个字啊 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从 这个 凝结了我们这个 这个很多的这个 心理想法 理想等等 大家都知道 像去年一年 新冠疫情突如其来 正是因为能够 从上到下 从老师到学生 从这个领导 到一直到我们所有的人 都能够凝结在一起 然后共同去做这件事 最后能很快地控制住 那么现在我 我觉得刚才 你们那个 就是有一个同学 他在分享的时候 说的特别好 就很少有一个时代 是你正好是你个人的 愿望 个人的发展 和现在的一个大势 能够如此好的 能够联系在一起 我们很多时候 未必有这样的运气 但是我觉得 你们这代人 是有这样一个运气 有这样一个这个时运 能够在这么一个 非常critical 中美现在 不管是在各方面的 这样一个国际竞争 还有中国的 这样一个百年无欲的 这样一个大势 这样一个情况下 能够把你们个人的 一个发展和国家命运 能联系在一起 所以这一点的话 也是我觉得 是你们今天这个 关键词 您所体现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元素 所以我 刚才我忘记说了 就看到你们这program 我事实上 私思有一点点 羡慕记录 因为事实上 在我们 大概 三十多年 那时候的话 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 这个远的 我们很难想到 我们能够和老师 一起喝咖啡 去聊一聊 自己以后进科技组 怎么发展 我们很难想象 有三十多位老师 科技组 专门花一天时间 给大家介绍 是 你们现在也许觉得 这是很自然 但是那个时候的话 我们事实上 很多时候 是 事实上是很难见到 但是我觉得 现在已经 形成这样一个传统 能够 系里的老师 也是非常愿意 接受你的邀请 能够倾其全力的 能够把他们所知道的 能告诉你 特别希望能够在 你们的这个 关键的 这个成长的 这个时候 能够 就是能够 尽一点力 行 我最后想说一句话 就是 这么多年下来 这大学里 事实上现在逐渐形成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 大家知道 现在我们在做 一流学科建设 一流学科中间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关系 事实上你们可能想不到 一流学科 有三个一流 最重要的一个一流 是一流的人才培养 所以这不是说 我一定是 只是做一流的科研 事实上一流的科研成果 只是其中置于 一流的人才培养 一流的科研成果 一流的社会服务 所以我们很难想象 现在的这个世界 其实已经变化很大了 我们把人才培养 是方式战 是无与伦比 最重要的一个地位 这是为什么 从你们来之前 或者来之后 你们可能都体会到了 你们来了之后 体会到强行计划 但其实过去十年 从这个发街计划 一直到这个荣誉学位 一直到各种各样的这些 教育的改革 包括给你们提供 足够的机会进课题组 包括去年开始的这些 这个我们叫它 这个卓博计划 等等这一切 所有的一切 其实都围绕一个关键点 就是一流的人才培养 事实上作为教育者 我们更多的 可能不在于自己科研组 又多发了面PIL 多发面Lature Science 更多的是 我们再回头想 20年以后 当你们 作为我们被培养的人 能够培养出来 在这个全国各行各业 你们未必是一个Professor 你们可能是一个工程师 你们可能是个CEO 你们可能是一个运动员 你们可能是一个商人 你们可能是其他国台伙 但是你只要是携带着 复旦对你们之前的培养 这样一个基因 使得你们在各样的 都成为出一把萃的人 那这就是我们 这个培养 就达到了这个 我们的目标 所以相信我现在 这个复旦的老师大多数 也是这样对你们期望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说我们特别希望 能够在 能够人才培养 这个方面能够做 因为我们知道 事实上很多年之后 不是我们在和美国人竞争 事实上是你们 也许是你们的学生 因为像中国 这样一个央大国 有几千年的 这样一个文化基因 在这样一个世界的 这么一个 非常critical的 这样一个转折点中 特别需要把你们培养 把你们还有后面的人 都培养成 世界一流的人才 好 我就说这些 我非常高兴 能够给大家来致辞 我也预祝我们这个 第二层届 这个美人节 获得圆满的成功 好 谢谢大家 感谢周连老师的精彩致词 让我们一起 以本届物理人节为起点 将自己的奋斗 和历史的进程 凝聚在一起 创造属于我们的辉煌 创造属于 复兰大学物理学系的精彩 今天的第二十届 物理人节开幕式的环节 就到此结束 下面请大家 在这里稍作休息几分钟 我们待会进行 课题组介绍会的行业 谢谢